所以家一定有家道 有家规 像弟子规是家规 必须要遵守的 从老到少 没有一个人不遵守 不遵守家就乱了 这家学 司书是家学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自己家的子弟学校 所以儿童的时候 一定是自己都把它教好了 教好之后 学的很优秀的 可以参加国家的考试 国家考试 国家选拔人才 选拔之后 国家有俸禄 就是有待遇 你的生活的时候 国家的照顾 像现在讲 发工资给你 你好好的学习 不断地参加考试 这样的时候 从政 所以 培养 人才 是每一个家庭的责任 国家来 考选 选拔的时候 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 这个制度 从汉朝 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 一直到满清 你看 换了多少朝代 但是这个制度 没有改变 好东西 没改变 所以这个社会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人口 长治 久安 怎么来的 有道理 就是教育 教得好 家庭子弟学校 比学校好 比学校好 为什么呢 家长 老祖宗 关心呢 这是他的 清苦肉 要好好教 小孩长大了 有出息 荣宗要祖 光大门湄 所以从前 小孩生在 生在这个世间 你到时间来干什么 我家 他是为他家的 一生 无论你做哪一个行业 支持你 你的家支持你 所以你想学 小时候求学 家教你 家负责人 你将来年岁老了 养老 家养老 所以老人很 能够晚年 真正就享福啊 你的一生 为家庭贡献 到老的时候 家 养老 那你底下 这些晚辈 孝子贤孙 就很多很多 他怎么会不快乐呢 所以中国老人 是最幸福的 一个人 一生当中 享福 是万年 年老的时候 享福啊 在儿童的时候 认真学习 少壮的时候 是为社会 为家庭贡献 老的时候 享福 这中国过去的学会 这个社会太好了 太美满了 那我们中国 这个传统 怎么现在会没有 怎么没有的 这助手 怎么跟日本人打仗 打了八年 打掉了 抗战之心 有 我们农村乡下 一个村庄 就是一家人 这王庄 这他一家 那个庄是李庄 那是一家 还有 有祠堂 祠堂 祭祀 只是春秋 一年 两三次的祭祀 除祭祀之外 祠堂 就作为学校 就是家序 师父在哪里上课 在祠堂 所以祠堂在家序 就监办家序 抗战胜利之后 看不到了 我就参观几个 在江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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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南这个 灰山的这些地带 我就看了 那个村庄还在 人没有了 有几个老人住的 年轻人呢 都到 外地去 谋生去了 这个恢复 不容易 这个制度 太好了 我们要多讲 多宣传 所以现在这几年 我想到企业家 希望企业 能够把中国传统家的精神 集成下来 那企业的老板 都要是菩萨这些 不是菩萨做不到 真正学佛可以 老板 看自己的员工 都像自己的亲兄弟 亲姐妹一样 员工的小孩 是自己的儿女 员工的父母 是自己 叔叔伯伯 那你真的要发现 养老 越幼 所以企业应该办 此地学校 应该办 安阳院 那安阳院 不是无别的老人 员工的老人 你这个员工 跟你就变成一家人 一生 全心全力 为公司服务 一个公司 就是一个家 从前的家是血缘 现在的家是道义 这是属于大臣 那